哈喽 我现在在安大略西边的一个叫伦敦的城市 是的我也没有说错 你也没有听错 就是在伦敦 只不过这个伦敦是加拿大的伦敦 不是英国的伦敦 就是加拿大的 因为它是英联邦国家 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的地名 都跟英国相关的 我今天来伦敦 也是为了来见我的一个朋友 他在伦敦的西安大略大学上学 我现在就请我的朋友来入境 这是我朋友Richard 如果关注我的人都知道 他其实在我的频道里出现过很多次了 你现在是在西安大略大学 读教育学的博士 其实伦敦离我住的多伦多 距离不是很远 大概可能开车两个多小时就能到 但是因为你实在是太忙了 真的读博这半年就忙死了感觉 所以我们直到现在才有点时间聚一下 然后我们就想说 趁着这个天气变得更冷 因为现在刚入冬嘛 趁着天气更冷之前 我们来参观一下这个西安大略大学 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 其实有很多能讲的地方 好了我们废话不多说了 一起去看一看吧 西安大略大学 是加拿大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学校 在加拿大的大学里面是非常低调的一个 有点过于低调了 如果你只是关注它的大学排名 我指的像是QRS或者Times那样的世界大学排名 那么它的排名真的算不上高 大概可能也就150到250之间的这样一个区间 那肯定是算不上世界名校了 但是如果你把目光聚焦在加拿大本土的这个范围里 那么Western它又是一个名校 首先呢Western University创建于1878年 距今也有140多年的历史 它是加拿大四大古校之一 也就是多大 麦基尔 Quins 还有Western 这四大古校 那么在140余年的历史里 Western University也走出了三位的诺贝尔奖得主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 那么说到Western 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它的商学院 也就是AVI Business School 为什么非要说到AVI呢 因为Western虽然在加拿不是顶级的大学 但是它的商学院AVI 可以基本上说是加拿大No.1的商学院 这个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 如果你关注一下今年彭博商业周刊 对世界MBA做出的排名 你就会发现AVI以75.1的高分 位居加拿大榜首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 有个说法 就是说在AVI上学的人呢 基本上都是非富即贵 肯定都是加拿大最顶级的那些财团的继承者 这个也不是我在夸张啊 因为基本上你看像BEMO RBC这些加拿大顶级银行的CEO 他们都是在这里上的学 那么AVI放在世界范围内 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商学院 它是仅次于哈佛商学院的世界第二大的case study 也就是商业教学案例的产地 对了Richard 你现在已经在Western已经读了半年了吗 你觉得相比以前你读的卧大 Western它有什么特点吗 就是跟卧大相比的话有什么优势 我觉得相对卧大来说 Western我觉得差不多 主要是Western是英语学校 不像卧大是双语学校 没有那么多的法语 对于我这种不会受法语的人来说 我不用再去担心因为不会法语 所以会失去一些机会 话说回来你觉得伦敦这个城市怎么样 你觉得相比以前你生活过的地方来说 生活什么的方便吗 你都还习惯吗 我觉得伦敦这个城市还不错 人不是很多 在路上开车呢也不会很堵车 然后也有shopping mall 电影院什么的都比较方便 伦敦的优势可能在于 它周围三面环湖 从伦敦开车大概半个小时 就可以到任意一个湖 但是这也是夏天的有时冬天 我自己还没有开车过去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今天实在是太冷了 所以我们两个在外面 就是稍微拍了一下那个学校 然后我们俩就打算 躲到一个室内购物中心 然后找地方吃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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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的 我是 我 谢谢 我们 找路 我是 ğin 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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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暂的伦敦之行就结束啦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